歡迎來到龍龍季后小巴 這是我們今年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次發車 那為了這個最後一次發車 我特別找了我一個 我的前隊友 現在也是隊友 然後我的好同學 然後應該算前室友 前整編人 就是我們小劉 小劉說唱生小劉一起來上車 我是小劉 今天感謝斯文邀請我來 是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今天上車原因 其實我們大概也是因為 因為上禮拜好像只有我們兩個沒有出 所以我們兩個就捆一捆包一包 就兩個懶鬼 正好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好 龍龍季后小巴之小劉上車說唱生嘛 好不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這一兩週龍象的一些新聞 然後我們來攻擊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來討論一下 站一下站一下 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準備了幾則新聞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好 首先第一則呢 就是我們講到我們上個禮拜的宗旨的頒獎典禮 就是個人獎項嘛 尤其呢 我特別想要提一個就是我們新人王這個獎項 我們郭天行 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 但是後來看那個分數好像是 好像也是跟曾俊恩一樣差不多是100多分嘛 好像是徐若熙的分數是比意料中的低一點點啦 那至少我感覺上郭天行的分數看起來三位數的話 那就跟曾俊悅看起來受關注程度應該不會差太多啦 我覺得啦 那那這次比較覺得可惜的部分 那他個人好像也覺得蠻可惜 但我覺得新人王嘛 新人王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很奇妙就是意在想說新人王到底是打成什麼樣才有辦法當新人王 就我之前在節目上有聊過說 所謂新人的這個框架 就是說你是要整季都很厲害 還是像郭天行這樣子 前面很爛 然後後面突破 我覺得都有像很厲害的新人王的這種象征啦 那不知道小劉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啦像天哥這樣子好像 其實我覺得他下半季打得好的話 他的那個最後票選的時候印象分數真的有加滿多的 我覺得 印象分數喔 對對對 沒有啦我先講一下那個 我後來有查一下那個新人王要有一些要素嘛 比如說他在那個第一年初上 他要在一軍出賽 然後第一年初賽的話就是 如果投手的話 投手局數要未打40局 或者打者打起數沒有打124打席 那第二年的話他有被選的資格 那還只有兩年為限 對 然後另外的話那個旅外的球員也不可以曾經登陸在美國職棒小聯盟2A 或者是日本職棒 2A 韓國職棒的一軍 然後基本上的話我覺得他那個資格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至少投手的話要有10勝10救援啦 或者10中計 然後打者的話大概就10轟啊 三層打擊率啊 15到這樣 基本的 基本要素 算是比較基本的啦 基本的 對啊對啊對啊 那那基本上那個今年的話 投手跟那個打者的話 你想曾經越跟那個郭天信啊 甚至於許洛熙跟李凱威嘛 其實我看過耶 其實好像曾經越拿到的票數是 你們三小龍加起來差不多 得分數差不多耶 所以說是有分票的感覺嗎 對啊對啊對啊 其實洛熙好像也蠻有機會 不過天歌是最後真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啦 所以也是值得啦值得啦 對啊 是我覺得不爽啦 不是 真的嗎 有什麼好不爽 沒送啦 沒有欸 你們那個最佳食人 天歌我才不少啦 那個坦白講 我是覺得優點是算是 一開始直覺是有點撿到啦 不過後來我再冷靜的想想 也不冷靜的 就是我覺得想想說 所謂腿哥跟炮手 就是這兩種角色 對於這個球隊的貢獻 我覺得因為以前好像都是比較focus在 炮手嘛 就是在中心打著嘛 你的長打多拳力打多打點多 可能就是人家傳統上會覺得你貢獻比較高 比較大 然後個人表現比較突出 但是郭天星其實就是跟陳子豪 兩個截然不同的這種形態的 因為他就是腿哥嘛 所以他展現在數據價值上面 跟陳子豪是不同的方向 那我覺得可能是啦 我覺得可能是說投票者好像有41位吧好像 可能大家現在對於說腿哥的像郭天星 這樣子近年的表現 至於說在他個人或是整個團隊上面 他的價值可能會比陳子豪在中性的打線的價值 可能他們覺得比較高一點 那我坦白講其實印象分數應該是加了不少 因為到後面中後段 基本上也不是說看他一個人 那是跟統一之前陳吉仙打得很好的時候 你看到陳吉仙你就覺得有希望了嘛 這個我覺得這個投射感覺 也是覺得看到郭天星好像公司再起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啦 這個可能明年啦好不好 就再來一次好不好 就還是輸郭天星這樣 等一下你說明年你是說最佳新人嗎 還是最佳食人 沒有那個其實我 我們橡米有一個那個 蠻常在關注一個節目叫什麼橡口線聊 你有聽過嗎 有啊有啊有啊 最近很紅耶 最近他起風開掛非常準喔 對啊很準啊 所以你知道他有提到關於最佳食人這部分嗎 有掛嗎 有啊有爆料啊 說那個記者有好像有就是 那個順序投錯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 對啊 可能他本來在金手套這部分啦 但是他沒有任何證據啦 他只是爆料而已啦 雖然雖然 哦 對啊對啊對啊 可能可能因為順序的關係啦 可能就是投錯了 就是他以為那張是要投金手套的 然後就把他勾郭天星之類 就是那個金手套跟最佳食人的那個 外野手的順序啦 順序好像不知道怎麼樣就是可能 他可能也許是要勾另外一個 可能就勾到郭天星之類的 但是這完全沒有證據 只是也許他們只是在增加他們的收聽率 點擊率之類的 對啊對啊對啊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個票權這種東西 這種算是一種主觀的在決定一件投票的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更多客觀的方式去決定啦 比如說 對啊 數據嘛 欸數據啊 還有比如說增加其他投票人選啊 包含加入 球評啊 教練的意見啊 或者是用 哦 可能說加權計分的方式啊 比如說教練啊 或者是一些球界人士 他們的投票分數占比較高比例之類的 這樣子 哦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客觀一點的 因為大家都主觀的去想嘛 所以可能 如果多加一點客觀的投票的意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啊 哦 哦 所以我大概知道是說投票者的組成好像是 媒體行業的 對啊 大部分都記者 朋友嘛對不對 嗯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以前HITO大聯盟有說過說 像這類型投票有的時候啊 就是 你沒辦法看到全部的比賽 嗯 之類的嘛對不對 但因為說大聯盟比賽太多 那我 中止一天兩場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比較輕微啦 但我覺得 應該還是說 各個類型的投票的朋友們 應該是 能涵蓋到全部比賽的比率 其實我認為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或是很高這樣子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像你剛剛講說 就是怎麼講 調整這個投票者的 算是這個 來源或比例嘛對不對 對啊 就增加其他可以參加投票的人選啊 所以 不管怎麼樣就是不讓球迷投票 因為只要球迷投票 那就 那不用看了啊 沒有沒有 當然不是球迷啊 球迷當然 球迷更那個啦 更主觀了 對啊 對啊 你就知道嘛 只要開放球迷投票 不管是幾%好了 20% 30% 那就不用看了 對啊 就大概增加球界人士吧 好不好 對啊 好 那就 不過還是很恭喜 郭天馨就在加油啦 明年開始你也是 別人的標竿了嘛 別人的目標了嘛 真的真的 你要看前幾年 打者得新人王的 現在都是一線球星耶 對啊 對啊 這幾年 許姬鴻也得過 詹子晴也得過 大王也得過 對 上一刻跟他得很像的是那個 陳成威 陳成威 前幾年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陳子豪也不用那個 想太多啦 因為我覺得他最大的目標應該 看明年的這個 下一份的合約 我覺得會是中職的一大指標 所以個人獎項還好啦 對啊 對啊 好 欸斯文 我還想再考考你一個問題耶 好你說 如果你講到新人王對不對 那明年衛權還有什麼新人 是有機會拿新人王的啊 就是你覺得啦 喔 那就是你 像你說那個 就是第一年的那個成績 沒有到的那些人嘛 對不對 對啊 像那個弱希應該沒辦法了吧 對不對 對啊不行啦 因為他今年已經 對啊今年已經有過了嘛 這我想看看 這樣子來看的話 明年的確是還有一些 是今年沒有資格的嘛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後段比賽常上場的 比如說像陳萬維啊 嗯 然後呂尾成不知道 今年有沒有達到那個目標 可能有 因為他前面的工作量還蠻大的 呂尾成 嗯 然後投手大概是這兩位 因為你知道新人太多 因為今年沒有開箱的新人太多了 嗯 然後那我是覺得大概像 還有像林毅達 不知道今年有沒有達到 我覺得他今年的表現 明年也我覺得可以值得期待 這樣子 那打者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像 其實龍粉裡面 還蠻期待一位就是秋成 哦 對對對 這個好像季末有聽你講 幾場打得很 好像是國家隊代表 對 他剛打完U23 然後回來隔離完中 然後就加入球隊吧 然後就加入一軍啦 然後反而是打得還不錯 可能是覺得是說 比較年輕吧 油箱還有油之類 但是他展現出來的那個 常打的那個power喔 嗯 其實好像在球季末段的時候 讓龍粉們其實蠻期待的 嗯 所以打者的部分 應該還是有很多 除了他應該還是有很多 都有機會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這一位 嗯 秋成順位是蠻高的 你算是前面 秋成沒有啊 沒有嗎 他最後一個才中的啊 哦 真的嗎 他本來以為已經沒有了 然後去倒垃圾 然後後來發現 然後手機訊息來了 直接中了中了這樣 哦 好啦 回味這問題是因為我覺得我們 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是比較期待我們 比較高順位的 對啊 呃 送成瑞啊 送成瑞當然是啊 但他還有機會啊 他今年沒有那個 不過他要有上場機會啦 穩定的多一點的上場機會啦 另外還有余謙啊 余謙謙 啊余謙啦 對啊對啊 對啊 余謙也是就是我們這兩年 大概就是二軍練隔一年嘛 明年看有沒有機會 不過他也要多一點啦 因為我們現在陣容是 還比較穩定一點 對 他也要多爭取一下 四五號選法啦 對啊 對對對 這就是爭冠球隊的一個 反向的一個 呃一個現象 就是說 比較年輕的球員的位置比較少 對啊 嗯 對不對 對 就他們要卡上來的機會應該比較難 因為他們前面的那些人 卡了都滿死的啦 不過這就職棒就這樣競爭啦 對啊 就是你還是要拿出你的表現 而且你的順位是高的 就是表示你是被球隊所期待的 對對對 那這樣看起來明年的 新人王的這個名單 依然是很精彩嘛 就是今年沒有上的這些人嘛 對啊 不只我們兩隊啦 其他隊應該也是 其他也是很多啦 對啊 好 那再來第二個新聞就是在洋將的部分喔 因為前陣子我們看到的龍隊 有釋出一些洋將的一些消息 嗯 好那比較明顯 或是應該說比較接近喔 機會比較大的啦 就是在鋼龍 鋼龍 鋼龍基本上是 新聞顯示上是已經OK了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也OK 就是Nash Nash喔 Nash喔 Steve Nash 那個嗎 長髮的那個嗎 投籃很準的那個嗎 對啊 然後那個 他罰球都舔手 然後再摸球 舔手摸球 對啊 好就是我上次龍龍舅小巴有介紹的Nash嘛 然後這兩位新聞上寫是已經OK了喔 嗯 那再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接近很close的喔 就是布里漢喔 真的是欸 布里漢 布里漢 對對對 真的布里漢這樣了嗎 喔 竟然快要拿下了喔 所以我覺得 竟然他都可以拿得到 那代表是說他好像因為在韓國他被競賽嘛 嗯 他好像是如果再回韓國的話好像要競賽到九個月到十 還十個月這樣子 那等於一年就去掉了 那布魯可能我覺得坦白講就是布魯不去這樣子 他被競賽是因為什麼 是 因為他今年那個七月份的時候 他在美國的家裡面有一些家庭的事情 喔 就包括家人的一些健康啊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房子好像有被天災好像有影響到這樣子 嗯 對所以他那時候就算是坦白講是義無反顧啊 就好像就很果斷的說好我要回去了 然後他要跟球團溝通的過程中好像也不是這麼這麼的Smooth 這麼的順暢這樣子 喔 可能球團有一些一些未留或怎麼樣的 好就是一些方案這樣 不過他好像還是質疑要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然後又一直不給歸期 喔 然後就一直說還在處理可能還是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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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像就延到後面然後就球團就不爽啊 然後就直接卡掉這樣子啊 那你這樣子如果他真的回過的話 你未選也是要多關心一下嗎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來看我 雖然說人家說什麼想家想家是開玩笑 然後就要回去了嘛這樣 但是我認為球團就是也要適度的去瞭解一下 你今天找的楊將他的一些現在的家庭的狀況 對啊 掌握一下 很重要我覺得 布里漢能載回來台灣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應該是競爭吧 就是那個球團 因為之前起風說棒棒會出價嘛 嗯 但看起來可能價格是差不多 嗯 我認為啦 因為如果價格是有差距的話 應該沒有這麼難選啦 嗯 對啊 那看起來價格差不多啦 嗯 搞不好棒棒會找更強的喔 現在大檸檬不是又停賽中嗎 就是風管 風管 對啊 其實我覺得找什麼楊將喔 我認為都OK 因為去年的成績都只能當做參考而已 嗯 還是要適應啦 對啊 還是要適應啦 比如說就像是德寶拉他今年簽了一個明年的保證約嘛對不對 嗯 好 就算是他這兩年這樣子MVP的戰功標柄這樣子 我認為其實明年 有誰能說他一定就投的很好嗎 我可以說 沒有 應該 應該 應該就是有兩年的時機我覺得應該是OK啦 對啊 而且他 他第一年來的時候真的適應的滿暢淡的時間 有一陣子幾乎是快要被解約那種的 對啊 他一下適應之後 然後整個包含球團的照顧啊 或者是一些給他的一些對待方式啊 他讓他應該是滿安心的啦 就是適應嘛對不對 對啊適應啊適應很好啊 嗯 好吧 就被你們找到一隻又會適應然後球技又好的可惡 對啊那這樣子的話像季末不是大家就那個嘛 大家都知道了嘛 冠軍賽之後就圈不圈下的太底嘛對不對 哎呦 對啊左右互法欸連霸大力多 哎呦 左一拳右一拳的齁 對啊 那加上我吃一下那個統一的豆腐啊 好像還有在搶布雷克的傳聞欸對不對 其實這種商業廠商很正常啊 很正常 真的真的 如果真的簽下來我也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嗯嗯嗯嗯 希望啦 哈哈 那你覺得 呃兄弟的洋將布局看起來還是要砸三個頭獸嘛對不對 對就是欸其實我覺得 嗯 我覺得可簽四到五個 應該是啦 對對對 包含去那個華德芝啊 他其實也算外掛羊頭咧 冠軍賽的表現也算外掛了 對啊他也有想要回來 對啊 對啊 像魔力應該也有機會回來那個啦 就是可能再考驗看看就是 嗯 因為他去年雖然說都是中繼表現比較好 但是左頭這個部分還是 在台灣這邊還是有有四香啊 然後再加上那個羅傑斯嘛 氣憤王 欸羅傑斯 對啊 氣憤王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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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比如說你看今年上半季我們一直缺羊頭 然後先發輪子都搞不定好很多欸 對啊 那這樣看起來似乎沒有所謂羊炮的空間 對對對啊 羊炮的話 其實以現在我們的兄弟的隊型來說的話 不需要吧 真的要找也是只有可能中線內野中線 不用吧 人多的要命好不好 是很多人在排 但是他好還要更好啊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要顾中線的打擊的話 你的手臂當然就 比如說二的位置就可能 就沒有辦法像就是比較那麼穩定 而且像一般羊炮都是找邊線或角落嘛 對啊 那跪隊的邊線跟角落 人都又卡得好好的 說真的 這樣子攤開來看 找羊將的需求的確是五隊裡面 算是最低的吧 應該是最低的 算最低的 不過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你如果找 比如說找三里方向的羊炮好了 比較好找吧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把那個衛城嘛 掉去守二壘 這個技術試用過了 真的完全 再來一次 真的會 不是很理想 就是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對啊 那他現在守三里已經守到的都是 你看金手套 睡下十人 就是同額競選 是不是 對啊 終止第一把交椅了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全部投票給他 真的嗎 對啊 因為你看其實我覺得 他看起來 轉首位的這個實驗 雖然說樣本書也不多嘛 好像就幾場而已 一場兩場而已嘛 雖然結果看起來不是很好 但我認為也有可能是他個人 守備的算是習慣性或局限性吧 對啊 就是說可能天花板就在那邊 就是他沒辦法去做像工具人這樣子的一個發揮 這個角色 所以那我覺得竟然是這樣 因為他三十出頭了嘛 嗯 能把一個位置守到如火存青 就守到極致 那我覺得也是OK 不用轉來轉去啦我覺得 對啊 這部分的話我們是羊炮的部分 目前應該是不考慮啦 不過好像不考慮 其他對像F邦是不是找個新的羊炮 那個啊 Badista 來摔角的 不是 不懂嗎 Badisco 沒有啦 那個 這個羊匠好像 好像喔 好像蠻有名的欸 對啊 因為我 我有在看一些日子的那個 對啊 你不是有打那個野球魂嗎 有啦有啦 對啊 他那個好像之前是那個什麼 廣島的玉城羊匠欸 對啊 畜生的 他打得不錯 不過好像有一些禁藥問題吧 對啊 假油啊 對啊 沒關係啊就是也蠻期待 不然也替那個啦 中華子幫助入一點那個火水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他雖然是禁藥問題 然後也浮完球尖呢 在日本嘛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本身啊 從玉城這樣上來 再來就是說他年紀也沒有很大 所以我覺得本身的實力跟power 我認為不會太差啦 因為像其實像以前美國那些 清藥年代的那些人啊 其實他今天決定他去打藥的那些球員 本身都不是很弱的啦 因為一般來講說 本來很爛的那些 你打了藥就會變很厲害 這個不太可能 因為打棒球這種東西 還是要有一些技術層面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打藥的部分的話 可能是幫助你恢復比較快啊 你體力維持比較好啊 然後比如說你受傷好的比較快之類的 然後再就是說你瞬間爆發力這種東西 那但是扣除這些東西 你一些技術層面 還是還是占很大的比例 所以會打藥的那些選手 通常本身也本來就不是太差的 我覺得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巴提斯塔是不是 對啊 還不曉得藝米 應該是可以 應該就巴提塔 巴提斯塔 巴塔 對啊 所以就是 就幫幫的部分嘛 他們補個洋炮嘛 對啊 也算是期待 期待啦 好那就 所以回來兄弟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全部塞投手啦 對啊 投手啊 了解 那龍隊部分應該也就是 已經確定嘛 就有一洋 呃 配置上是四頭一炮嘛 對不對 四頭一野啦 對啊 那但是我認為應該 應該除了像現在無多啦 還未定嘛 嗯 然後添的存衣也是未定嘛 嗯 那我覺得 如果熟悉的 像你剛剛講的 像魔力跟華德智 如果你覺得熟悉的 你覺得可以簽 嗯 就我覺得趕快簽一簽就好了 喔 欸那 魏群有在考慮日籍投手嗎 如果添哲沒有回來 其他日籍的還是 其他日籍喔 嗯 好像也比較不會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 嗯 嗯 但是因為現在市場上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接收到的日籍投手 有意願或是有可能的人 好像 或新聞上都比較少出現 最近有一個 樂天那個 木天喝酒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 前推廷嗎 對對對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他 他的招牌也算夠大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蠻重要 就是說 球隊裡面有日系的教練 對啊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因為像魏群有一位高序教練嘛 他樂天更多了嘛 對啊 嗯 對啊我覺得語言啊 這個也很重要 我認為是這樣 我覺得有日本教練的球隊 的確是比較有可能 去網羅日本的球員喔 對啊 好 簽了 簽了是不是 好 簽簽簽都簽都簽 簽簽簽 還不錯 嗯 好 那接下來那個 就是聊到六十人名單 就是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大家各隊就把那個六十人名單都繳交啦 接下來就是很多很多的討論喔 就是說誰是怎樣 誰是移租啊 然後誰是來亂的啊 亂放啊 有合約的放下去 什麼的 然後也有很多人討論說 這一些名單外的球員喔 誰有機會到其他隊開取第二村 或是有其他的機會嗎 嗯 接下來那我們就來玩一個算直覺遊戲 好不好 就是欸 站立外的這一堆球員 跟宣告自由的球員 嗯 這兩類的喔 看看我們各選一位 然後看直覺 直覺喔 就不要想太多喔 看誰會到衛泉龍跟中心兄弟 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先來喔 嗯 站立外的部分喔 我覺得其實 像在上個禮拜的五四三裡面 我有提到有幾位投手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嗯 比如說像是林承華 嗯 還有王哲鈞 嗯 欸怎麼把他丟啦 他好像投的還可以啊 對王哲鈞算蠻可惜的 我有找這樣 對啊 而且他順位蠻前面的喔 是前三的喔 前三的我記得 前三的啊 對啊對啊 但是因為他這兩年喔 都只有在二軍 沒有機會上一軍 而且重點是 嗯 在二軍都是以中計出場為多 如果說不是以先發出賽 機會的話 對於他的那個 升上一軍的那個 就比較不利啦 所以 到最後考察結果就是可能 可能不是以先發再培養的話 可能未來性就沒有那麼的 好的啦 對阿 可能就會被釋除這樣 了解了解 對比那個 另外一個 好像一個舟蕾吧 舟蕾 對比較老一點 但是他 还是以先发出赛 先发啦 对 对对对 所以能够上一军的机会 就会变比较多 对啊 哦这样子是 对啊 OK 就是刚 所以像王哲军来讲的话 他可能是以一个 后援投手的方式 最近两年都是中继出赛 比较多了 中继 OK 所以说我这样想一想 除了王哲军 然后再来就是像 洪盛青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我觉得是 如果我是教练的话 我有可能会考虑这三个 的其中之一 那 最有可能的 我随便猜一个 林森华比较老 王哲军后援 洪盛青是第二老 对 嗯 我觉得呢 应该还是 王哲军比较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 像以龙队后援投手来讲呢 其实阵容还不是很稳定 嗯 然后在这个 今年的球技之中 这个换的 这个人也是很多 然后角色也是跳一跳去 那所以我认为就是 一旦就万一说 天的村医没有迁到的话 没有迁回来的话 嗯 那这个布局的话 会影响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 好的 优质的 新鲜的 新鲜的 中技投手 我认为应该还是 有点空间的 所以王哲军我觉得可能 有机会 哦 那这是我猜的啦 如果真的给你猜的话 那还蛮听到高兴的啦 因为毕竟他还蛮年轻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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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这下猜啦 就是直觉啦 好 好 那再就自由球员 自由球员里面 就是 其实那几位嘛 对不对 对 好 那根据我的逻辑呢 就是我站立外 已经补了一个 后援投手 中技投手嘛 那官大员就 先拜拜啦 好 那我觉得就是 大家众所瞩目的那三位 大师兄 王胜伟跟 乡长嘛 我认为啦 最有空间的 应该是 还有胡金龙 诶等一下 你忘记陈文文了吗 诶陈文文 对 怎么那么多 对啊 好 这五位 这五大金刚 我觉得直觉 我觉得 胡金龙吧 这个 虽然我个人觉得 这是怎么讲 他之前出事情的 那个前科嘛 算是不是很好 不是很光彩 那有可能会 为之后 沿染他的球团 可能埋下 一点点的 那算是变数嘛 或是不稳定的因子啊 当然看他自己 如果还想打的话 然后他的身手 如果都还OK 他现在37岁嘛 应该是还可以 担任这个 代打 或是 纸巾打击 这样子 那他 还可以守外延嘛 那就角落外延嘛 那正好角落外延 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轮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找大师兄 那求诊怎么办 那求诊 练啊 抢啊 就不过我觉得 今天就算正早来 他也不会是 everyday player啦 对对对 还是找来当教练 那就看他个人造诣啊 那他去年一整年 这样子 我觉得他练球比例有高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 对啊 你就不知道他 需要担心的 对 你不知道他现在状况怎么样吗 对啊 状况 一年半过去了 嗯 就是一个直觉啦 就是 直觉 什么事都有可能 真的 好 赶你啦 我来讲的话 你刚刚讲第一个那个 刚刚那个 六十人名单之外的球员 我也觉得那个谁 红盛琴啊 红盛琴可以那个 我也想到 可以找他 因为这次好像 也没什么 以兄弟的队形来说 就没什么可以那个啊 就我们也有还些新人 好 我跟你讲 没有动嘛 对不对 不是没有动啦 没有缺嘛 是不是 基本上我们这次 释出的球员来说的话 其实名单没有很意外啦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现在总共是 以我们来说 总共是71名球员啦 71名球员 然后 你看那个 圣伟跟志胜 他们两个 没有算在里面的话 就可以多保护了两个 然后再加上 官大员算是 自由球员嘛 所以我们大概只要 释出十个左右 十个里面有包含了 志胜跟王胜伟 所以大概只要在八个 所以剩下八个 以出场几率 跟那个未来性来说的话 真的是 没有很意外啦 然后我们 柳领队好像也说 大部分现在 大家都是 比如说 你季中选秀的人数多少 你可能 季末 大概就是那个 人数的释出啊 哦 了解 所以球队好像 我们好像又想要有 如果说想要有三军的话 这个箭子的话 可能 也许啦 球员来源也是 可以再多找一点 这样子啦 去填补这样 嗯 那刚才讲到那个 人选的话 可能 宏胜秦啊 我觉得不错 对啊 而且他今年 我觉得印象中 看他比赛都还蛮不错的啊 对啊 嗯 我觉得他堪用 就是如果以一个 四五号 或者是甚至 比如说来代班 这种的话 我觉得 之前看他投球还OK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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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乐天这一次怎么 放出蛮多好货 对啊 蛮多的 好像还有那个谁 刘育言嘛 是不是 刘育言 对啊 刘育言是有受伤 跟投球11症嘛 应该是投球11症 然后现在是没有伤嘛 好像是 对啊 就是可能调不起来 对不对 我们好像还要跟元明道歉 像那个什么江国千事 被我们打挂了那一场之后 然后就 哦江国千 应该我认为 他应该也OK 也还有机会 好像还蛮年轻的 蛮年轻的 而且投球看起来 也不会太差啊 我看过他影片还OK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杨大哥嘛 真的 诶对 不过他 他会不会跟胡金龙 有点像 就是 诶 诶很像诶 就是怪力男 跟角落外野嘛 对啊 还是要他付出恋头 他 他自己说他就是不拘角色啊 他不限角色 不限角色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企图性也是很够的 真的真的 对啊 所以可能我认为他觉得他油香还有油 其实我也觉得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把他找过来应该 打击方面我认为应该还是有看头 嗯 好啦 不过看要不要第六队啦 第六队直接这时候来 然后把那些人牵一牵就好了 对不对 真的真的 就不用像 就不用像卫权那时候 来然后选了三十几轮 对 完全没球员嘛 然后三十几轮 然后诶 对啊 不过我觉得 这些人来讲的话 当然这是我们球迷的 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 一种期待跟推测嘛 嗯 那但是如果真的是第二队在明年度成立的话 其实也可能不一定就是真的会 以那些战地外的球员来做基底啦 可能还是会走选秀 我觉得啦 选秀啊 嗯 那最后讲那个自由球员啦 老实讲 以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球迷有些人在敲碗那个香掌啦 理性来说的话 四个好选择啦 毕竟他是有成绩又有话题 但是情感面来说 我不是很像 情感面喔 你看看你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们要看大的格局 对不对 不知道我 不要因为小小私人情感的 没有啦 但是我个人意见啦 我是觉得 嗯 乡长是有时候太出逃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常常都已经是人家攻击的目标了 然后就多一个来天才活的 就是不见得对我们的球队士气会有利啊 是来加油的 对对对 然后然后我们那个同性职的那个关大员也都有去留的机会啊 对不对 是是是没错 所以 所以好啦就看球团怎么去评估了 对啊 如果真的来的话 那我们自己要适应一下 要习惯一下 对啊 不过我看乡长他会想来吗 他不是在求职吗 哦对啦 对啊 不过我觉得以他角色来讲的话 哎 不计成本啦 我觉得去卫权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我认为他的经验是无价的 而且他最近两年有从他连续两年得救援王之后有点疲乏嘛 嗯 然后最近两年又跳起来 今年啊 今年然后又跳起来 嗯 那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一个称职的后段投手 八局 嗯 或 甚至第九局 我觉得有可能 对啊 好啦 都签都签都签 好不好 都签签 对啊 对啊 还有你那个啊 李正昌不说今年投完差不多要收了啊 我所以 买冒险啊 对啊 所以我说理性来说是个好选择啊 对啊 对啊 那就是情感面卡住我的情感面 我啦我啦我啦 秋团不一定会这么想啊 是啊 其实胡金融如果是我以情感面来讲 我绝对不会签他 哦 因为那边有出过事情嘛 对啊 所以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但是 再冷静想想 现在比如说 大家的揣测他跟叶总的关系 当年的关系嘛 嗯 这我们也不知道啊 啊当事人也没有讲嘛 对啊 所以只能假设是 没有问题 可是不同球队文化会不同的结果耶 我觉得有时候 对啊 球团高层 你看你现在卫选就是小叶的球队了 对啊 对啊 以前搞不好他在富邦 并不是这么的 可能有一些 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 就是那种全权去处理嘛 对不对 是没错 搞不好跟球员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那个 对啊 对啊 可能就是他的权限啊 可能不太一样了嘛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现在卫选的这个球队的氛围 经过这一两年的成军来讲话 像我们上次访问南莫一样嘛 就是他有讲就是说 年轻球员的这股力量 其实还蛮重要的 坦白讲 就像我们之前说富邦的那个最大势力是旅外邦嘛 对不对 那现在卫选的这个最大势力应该就是年轻球员啦 真的 对啊 所以说你一个基本上是代退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的这样子一个老球员的话 他在这个新球队肯定不会是那种休息室的那种leader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啦 也有可能这种角色的淡化 我觉得可以帮助像他这样的球员 更专注在球技上的传承 对啊 对啊 就你有最后一两年两三年就烧光嘛 就这样烧嘛 就好好烧啊 对啊 对啊 真的角色搞不好跟志胜一样啦 就经过一年成前搞不好真的 他就是用行动去做表率那样 真的 是啊 不过我觉得大师用好像已经成前很多年了 最近几年有什么好机会吗 他搞不好想回乐天了 就是 对啊 如果他不在兄弟 最后如果不在兄弟的话 依依附 如果 你希望他在哪一队继续延续然后破纪录 既然就已经参加熔熔鸡肉小巴啦 当然是说如果跟 如果在那个卫拳有没有 就是 出赛然后被卫拳牵走了 然后那个什么 泰山见证他的破纪录的那一场 甚至于三百轰 这都是佳化耶 对啊 对对对 重点是他如果在卫拳确实是获得比较多的出赛机会会比较有空间啦 对啊 是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他在不管哪一队啦 你从季赛第一场 大家都要去期待他的那个破纪录什么时候要发生嘛 对不对 对啊 对所以说然后一开始大家会为了总教练说 你会排他上场吗这样子 然后通常以他这种角色来讲的话 他要上场的时间应该会有总教练那边跟媒体讲说 可能一个礼拜会上一两场或是哪一场可能会先发 就会用预告式的 我觉得可能会用这种比较比较友善的方式去安排他 然后让媒体跟球迷可能比较好追 我认为啦 哦那这样不错 这样如果这样安排的话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耶 你就不知道他哪一场要破纪录吗 对那你们两场都去 那可能你前面有热潮然后后面中断 然后他打不出来 然后或是没上场 然后关注度就降低这样子 没有啦真大师兄粉就全部都追了啦 是啦 是啦是啦 不过这个也太狂了 不过但我觉得因为他就是一只嘛 破纪录就是一只嘛 所以我认为状况OK的话 可能第一个月搞不好就中了 哦 接下来这每一只都是中职的新游嘛 都是新的记录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他商业价值是很难估计的 真的真的真的 很难估计的 所以我认为也是有可能啦 嗯 好签签签签签签 都签都签好不好 不要啦不要啦 大师兄不可以签不可以签啦 回兄弟回兄弟啦 回兄弟也是好啊 续留续续续续续续续 我觉得你后来要再换个球队 你再换一个非乐天跟非象的球队 我就觉得 他前面289只 没有一只是为了新球队打的 对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那一只 嗨还是怎么样的 这OK 因为这是全中职的记录嘛 那算是全联盟性的个人记录 所以我觉得 也是OK 但是我觉得情感上好像是差一点点 对啊 而且你看如果在兄弟出赛的话 搞不好那个球迷的人数 哦 那全场的 对啊 对不对 就是那更有气氛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 最好安排就是 因为反正也不用给他很多的时间嘛 你就知道他在主场上就好了 哦 对啊 没错 以确保主场球迷可以 尽可能可以庆祝的到 对啊 对吧 大师兄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回去了乱跑 真的在回来的他的那个出赛的场次 真的没有那么好排啦 因为就像我们总管约赛 之前那两 他那两打那么好 对不对 可是他总管约赛确实 空间 没有上吧 有上啊 有上啊 带打 对啊 都是带打 带打带打 虽然他有那个 已经有发挥他的效用了啦 对啊 不过真的老实讲 回到我们真的空间不大啦 就是 所以还是要祝福他啦 对啊 好 了解了解 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大师兄破记录的话 希望有很多人嘛 对不对 对啊 那要很多球迷 那就是要 最近讨论的这个 嘿 对大巨蛋 真的真的真的 来 我那天一直在想啊 大巨蛋这种 去年就开始讲 讲到现在 好像有机会了哦 对啊 不过听说是说在 明年中可能可以完工 那也许赶得上 明年底的季后赛 哦 对啊 那你要先打进再说啊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假如啦 假如隆隆啦 隆隆跟我像可以进的话 哎呦 对啊 以这两队的球迷基础 搞不好可以创造 那个进场人数的历史 对对对 我觉得有可能 比如说就是 算是怎么讲呢 也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峰 去催生 是有可能的 嗯 比如说像你看那个 像我们今年去看那 曲总日的那个 龙队动员的氛围嘛 对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在记忆出我们五月份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哎 算了 可是 你看就是到了半年后 那反而就是那个 人数的比例 就有拉回来一点哦 嗯 对吧 对啊 而且你看哦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 以我们两队看 是什么合作的话 可以吃下这个影运的话 把这个市场做大 共融 然后再思考一下 比如说大剧端要怎么 怎么样去进 也不一定说一定是 要把它整个完全包下来 或怎么样 看远雄那边怎么谈嘛 或者说我们可能 就是包 可能是球场的经营权 但是他的那些 其他的 比如说场地啊 或者演唱会 或是其他的办活动那些的 远雄还是可以拿去赚啊 或者说 包下经营之后 我们分一天利润给远雄 这样去谈 嗯 或许可能压力会没有这么大 资金的压力 哦 了解了解 那再让你把那个市场做大的话 你看在台北的话 富邦会不会想要加入 搞不好也有机会 对啊 对哦 对啊 那这样乐天 乐天也是有财力的啊 然后再这样之前传的 可能跟日本合作 比如说软银啊 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你觉得啦 怎么方向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 像因为之前不是有讲说 孤董 他就是在找经营团队 对对 就是反正就找人来跳卡啦 这样子 我认为其实 因为现在宗旨的五支球队 都是大的财团啊 嗯 都大企业 那先不要算同意好 因为同意太远 那个同意 没有不一定啊 同意其实 同意太少 不要不要这样 这样光头会抗议 没有啦 就是同意也不错啦 同意他如果说有这个市场 他也许有搞不好会考虑啊 对不对 对也是嘛 就是不排除嘛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讲 我说觉得 可能有两三个 比较大的 就是大的企业来参加 好 那我认为 大家使用大巨蛋 最大的问题 应该在于说 那个成本吧 对啊 对啊 真的 成本应该太巨大了 对啊 但如果你一年 就打个一场两场 这样子感觉像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应该我觉得 也不是一场两场啦 可能比如说 看怎么排嘛 比如说假日嘛 假日都 假日啊 对啊 假日有机会排 然后 因为老实讲 以现在 以我们中心来说的话 中心兄弟来说的话 就是 周记这部分 是应该是不会放弃的 他那个 他周边的开发 跟在地的连结 都已经在做了 对对对 对对 很棒了 对啊 那如果说 假如说远雄是释放 比如说大巨蛋的假日啊 或是特定季欧赛啊 这样的那个 认养成本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 而且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哪一对 真的去认养 或是哪两对 要认养这两个字 真的太沉重了 真的真的 对啊 那个顾起来 哇塞 那个别闹了 好不好 这可能不是几个亿 之类的这种概念 那你觉得 大巨蛋的票价 多少你可以接受 就是也不是接受 就可能 会想去看 对啊 以现在这种氛围 平常日 我认为 如果我是球团 今天要在大巨蛋 开个比赛来讲 一张一千以上 是必要的 必然的 平日吗 应该 对啊 差不多了 就是非季后赛 那季后赛 我认为三千 搞不好都有可能 两千 比如说两千到三千 之类的 就是比现在 硬生生 大概就只要 加一半上去 也许就是搞那种 就是可能 座位不同的 然后这个 当然 就是会有分别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因为会比较大嘛 所以就跟 像我们那时候去巨蛋 不是也是 我们做到一个什么 我们买了多少钱 买了好像五千多日币 当时 五千多日币 然后做到快外野了 对啊 就有点像 比较边纯 三壘 快到 那个全力打 标杆那边去了 对啊 那这样子 你合台币 大概就是一千多块钱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分不同区的票价 可行吧 可行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看如果以龙像 哦 龙像这样子搞一下 对 期待 期待 好不好 期待 对啊 真的 重点是 那个啊 就是能够创造话题 然后在 话题 对要有话题 然后 对啊 再加上我们战绩要好 对对对 对其实 这个是很 这个是很现实的 真的 真的 真的你要能跟兄弟 要能制造点热潮 战绩 基本上也不能太差 都真的 对啊 不管是我们来对都战绩 就战绩好 确实会比较有诱因 让人家去 对 花钱去那个嘛 对 因为像你如果你七到八岛 那边坦了 说真的 那就很难 吸引他们 去更高票价的地方 看球啦 新鲜感也有啦 但是 可能就是 只能乘一两场 我认为啦 对啊 对啊 那就希望 你能够明年看得到啦 明年希望 年中 试影运嘛 大概就是年底啦 就是寂寞 希望 希望 对应该要先来个 表演赛之类的 对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表演赛 我觉得蛮重要 我认为不是 单纯是个秀啊 就是 你要看一下那些 印尼设备嘛 然后跟实际 就跟彩排一样嘛 对对对对 你要先run一下 然后看看是有谁 可以 找什么球队 先来个表演赛 找国外的 诶什么 不行 找国外的叫季后 对 那就是业余 业余或大学球队 都要免费四打一下 之类的 明星赛办在季末 季末感谢机 可以耶 有创业不错 对对对 现在当然流行嘛 好了 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 那个 有些那个 教练团的异动的部分 哦 来了 基本上我们 就是以我们 自己球队来说的话 以中心兄弟来说的话 当然主要就是 那个马拉丘 上总教练嘛 拜拜 那对啊 先不要讲那个 作战的部分啊 那我觉得 丘总他带队的话 他是人和的能力 真的不在话下 对啊 就是应该可以帮助到 蛮多球员的啦 嗯 然后一开始他过去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他那个没有班底 就是 是个蛮大的挑战啦 对 所以后面那个 黄太龙教练过去 帮他的话 应该是会有 对他有帮助 蛮关键的 蛮关键的 真的真的 那守备的话 你看 他原本在中心兄弟 是当守备教练嘛 那过去当首席 但是他对守备的训练 一定是有攻击的 对啊 是 那你觉得 球场 或者富邦这 这些教练团的改组 这部分啊 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以我看法 终于是一出戏 快要落幕了 哎 哦 已经落幕了 已经结束了 真的吗 对啊 已经算是结束了啦 不过就 对啊 你 你觉得 对于明年的战局 会有什么影响吗 富邦 首先呢 对兄弟 首先 我觉得富邦 要先道歉 就是为了这个 总教练新闻 把你们兄弟的这个 总冠军的版面 抢了不知道多久 一两个礼拜去 哦 这个 先道歉 不过因为老实讲啦 基本上 我们夺冠新闻 会比较受到重视 就是我们项目比较重视 大家其他吃瓜群众 还是真的比较喜欢看 正记后赛 就是我觉得还好啦 对啊 还好 好啦 就刚开玩笑啦 不过就是我觉得 到后面就是由邱昌龙总教练嘛 然后在黄太龙教练的算是入主嘛 就是他们新的岗位嘛 我觉得OK吧 我觉得最担心的也就是说 像我之前有上个礼拜的 五四三又有聊过说 因为曾经封界二军总教练嘛 我比较concent的是说 他的班底跟他的首席 就是他的辅助角色 很重要 对 现在那邱总在义军的话 我认为就像你讲的 应该没有班底 然后也没有 就是 副手嘛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像黄太龙教练也过去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就 算是可以减到最低了 对啊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 因为其实 邱超总教练 他现在到富邦来讲 到了一个新的体制来讲 而且这个体制的上面 已经确定就是 由林华为校长当做领队嘛 对不对 这个角色 而且这个新的领队的角色 跟以往 少祖在当领队的时候 可能这个角色 虽然都是领队 但是以实际执行来讲的话 可能应该会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安排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我觉得林华为校长 这次当领队 他的角色会很吃重 因为他可以专业 甚至专门专心的 focus在棒球事务上面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角色在的话 其实总教练 他就是相对 我觉得压力会减轻很多 就是他只要专门 专心的整合作战就好 还有沟通 还有沟通 他的个人能力 跟他的指教能力 就是我觉得 可能个人 他有个人的造诣 但是我觉得 今天如果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当总教练 我觉得目前看来 他可以就是只专心在 我刚刚讲的 作战沟通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以这样来讲的话 那他的同事们 有一些是蛮年轻的嘛 就是这几年来 富邦培养出来的一些新的 然后还包括像那个 洪一通总教练 去年延览进来的 像钟晨佑啊 这是比较新的嘛 对不对 其实他们组成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有牛骨 还有一些熊血 就是以前拿牛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蛇血 就是有这几个 算新的组成的 那我认为新的组成来讲的话 而且就是 坦白讲 应该是不太会有三头了 真的有牛骨了吗 好像越来越少了 牛骨就是剩下征兆行了嘛 然后二军余文兵嘛 然后好像还找一位 许文真 一军的投球教练 还有那个陈薇智啊 陈薇智也是 对对对 就是以打过新农的 球员来讲的话 这几个 诗经典也算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组成来讲的话 算是已经偏年轻的啦 那以球伤总教练来讲的话 他的 他的致力 跟他算是 就算好 棒球圈最常讲的辈分啦 就我觉得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也很明显就是说 他们找林小党来当领队来讲 我觉得以我们外人看 算开玩笑 就是找一个大学长来镇压嘛 就是来镇一下 所以说 我觉得用这样子一个概念来做话 我认为球种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角色设定 这个人设是没太大问题的 我觉得反正 我觉得富邦 他文化还是要把它建立起来 就算他现在都是以 我们讲 比较讲不好听 就是想说用挖角的方式 其实也不算挖角啦 就是可能 猎取人才的方式 去培养这个球队 球队的教练团 可是他自己 在这几年的时间 我是觉得 真的要跟我们兄弟一样 就是要培养一些 属于他们自己上来的一些 文化跟教练团这样子 就像我们那个助种啊 他也是在 俄军培养了一阵子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 也在俄军的磨练啊 这样子 然后再把一军这样带起来 那我相信 像那个啊 像现在那个 风哥嘛 风哥现在也去富邦 当俄军总教练了嘛 他的模式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 就可能 就类似说 他就是以 养成俄军的选手 然后把他们的心态 建立起来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管哪一队啦 就是他们 我每队那个竞争力提升的话 球赛也越来越好看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新的人上任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角色是角色 职务是职务啦 但是就说 这个职务的 他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就是只要能分得清楚 比如说像风哥 他这是当二军总教练 那你觉得他就是为了以后 当一军总教练来铺路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啦 但是肯定是看好他在二军来做好养成的这一块 所以说你说他是二军总教练 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他讲成农场的主管 我觉得也是可以 就是功能啦 我认为他的功能应该核心工作是在这边 可是二军总教练还要肩负作战的那个 下打的那些指令 二军哪有什么做不作战呢 还是有啦 以前我们助总也是在二军检练一些态度吧 对对对 然后把那个屏东的太阳也带上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 还是还是建议富邦把我们那个二军守车拿去用这样子 你看你现在结果论来讲 这是对的吗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球员 其实怎么讲呢 个人的背景来讲都比以前算是复杂很多啦 对对对 然后个人特色也比以前都强很多啦 所以就是就是比较多个人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啦 我们比较老派当初助总他搞那一套出来 坦白讲是有其必要性的 对啊 真的是因为棒球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人了 真的是一场比赛要参加就十一二十个人 所以说这个团队运动真的是要做好这个团队人的管理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一门学问 是一门学问啊 那你个人这样觉得这两位教练 唉这个琵琶别抱着 也不算啦 令萌高就 对啊 我觉得邱总真的算是一个蛮好的教练 其实很多球员都对他评价很好啊 昨天好像前几天吧 还是昨天就是周志祺啊 也是对他很深的期待啊 对啊 是对啊 他应该是个好教练 没错啦 应该是 但是作战这部分可能 对啦 还要再学习 但是这个部分 还是我们注重OK 比较OK 那你觉得他们两位离开之后的空缺呢 空缺的部分 目前可能在谈啊 可能我觉得守备的部分可能那个 陈江河啊 可能有机会 搞不好要不要接触一下那个 我们那个陈瑞正啊 但是好像 对对对 好像应该不知道啊 看秋淡怎么去那个 对啊 那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以前 我记得你们讲过说 二代相以来的话 都是走神渊流嘛 对啊 黄泰隆也是啊 黄泰隆也是吗 是啊是啊 他算啊 他是跟王胜伟 还有那个陈江河 他们都是在一起被操下来的啊 对啊 了解了解 陈泰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好 也是因为在兄弟 对啊 有操到 哦 那这样子 他就是有这个血脉咯 对啊 哦 OK的 所以这样子把这一套带到 可能要慢慢的把他移植过去到富邦那边去了 希望啦 而且他走之前 他前几天不是也讲说 他希望这个传承的 一脉传承可以传给我们那个微臣吗 对啊 微臣 哦对 OK 那现在微臣也是球队的脸了嘛 这个东西他也是可以传承下去啊 对啊 队长耶 Captain耶 对不对 对啊 真的 那你觉得首席教练的缺谁啊 应该是陈志宏吧 对啊 陈志宏 就是以前的捕手嘛 对对对 以前陈志宏跟 呃 你说这个名额吗 好像还不确定耶 对啊 一定有确定还没吗 这就是 应该是啦 应该是啦 我觉得啦 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 啊相反有 有人在提了吗 有啊 就是有啊 有有人提啊 对啊 哦这样 所以说看起来就是 陈志宏 还有陈江河嘛 是不是 对啊 嗯 然后因为陈江河去年负责那个三壘子的部分嘛 啊OK 对啊 对啊 所以他还好啦 他有当过首席教练啦 不过那个时候 效果 好像是前几年嘛 我记得有过 就是他刚转教练的那时候 是不是 对啊 是啊 然后好像有一些那个吧 就是 就是那个 不好的 对对对 对对 对啊 对啊 了解 也是人的问题啦 一些人的问题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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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 不管你做什么职位 做什么工作 你就是 发挥你的 专业嘛 发挥你的才能 这样子 好 就是做好你的工作就好了 哦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 还是经过一番人事的变动之后 小刘对于兄弟的明年 还是信心满满 是不是 当然啦 最后还要 还要留下那个啊 建载啊 对啊 哎对哦 他说好像年底 要决定嘛 年底就这几天就年底了 对对对对 这礼拜了 没有啦 他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端个 复数年的合约啦 那今天上 他喜欢中性二军的养成的规划 还有一个 习惯了 对对 还有他们那个 高音姐嘛 高音姐 他恩师 对对对 恩师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啊 我觉得留下机会 应该蛮大的吧 是啊 我觉得而且兄弟来讲 这几年对他的礼遇 我觉得有做出来 我觉得很OK啦 球员对他的反馈 都非常非常好 对啊 所以那就签了啦 三年就给他签下去算 他年轻 对不对 如果以教练来说是年轻啊 对啊 跟你童年的 年轻的要命好不好 签个三年慢慢养嘛 对我们就是年轻 我们年轻 我们是松板世代吗 健宰世代 对对 好 OK 那今天很荣幸 很开心 就是找小刘一起来 上车说相声 那我们刚刚就讲了 哇 七八条的这个新闻 然后一下也录了一小时 多数 我会不会录了太久 没有啦 我想说半小时 对啊 我想问一下哦 像我们这样子上去的话 那个视觉影像是放黄色 还放红色啊 没有啦 还是要讲一下 讲一下 还是要感谢一下 那就是你让我有机会能够发声 毕竟真的是 有时候做节目有时候就是有点惰性啊 是是是 这样子我们两个这样闲聊起来 其实也OK啦 就是 不错哦 对不对 比如说这礼拜是你上车来说相声 然后下一集 好 比如说那你找我去说相声 下一集就明年了啊 对啊 没有啦 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到处去踢馆 我连那个 我连那个我们其他主节目的那些 其他那个子节目的名称我都想了一下 比如说什么 偷偷师到之小刘讨抱抱 然后原事物语之小刘大闹花果山 哦 离马帮帮忙之小刘一起来看球 小刘来帮忙好了啦 对对 然后最后来个 黄金性感带之 只入小刘一条心 有没有 可以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找你来 我觉得也是 就两个人作对嘛 我觉得也是算是给大家一个灵感吧 对不对 其实我们宇宙的每一个组合 任两个人 我认为都可以抓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觉得有话题 对啊 或者说就有一些想聊天的氛围 两个人这样子 随便抓两个人就来聊做一集 我认为 都是可以在这个修太级来做尝试的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抛专引玉一下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希望 其他的主持人 可以帮帮忙做一下 就是希望 就我们两个现在就希望其他人 能把我们同稿来上节目 对对对 我们无常的 对无常的 找我们上节目 好那今天 非常非常谢谢小刘 来我们龙龙季后小巴 来说象征啦 好那 大家聊得很开心 那也期待 小刘 下一集可以找我去说一下象征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 对不能因为说我反象 你就 也是 对就不找我啊 也是也是 OK好 那今天很开心啦 那就是我们下一集的龙龙季后小巴 再见咯 看这些章来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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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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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跳躍躬越是否习惯 看你见证这场比赛 人生不明白 我的感动心不温暖 起场Long Light到底 洗手满山越岭 Long Light到底 像伴奏青林 一起唱Long Light到底 刻苦录音乐中探听 Long Light到底 我都骄傲团结无敌 东海到底 Go 东海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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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到底 Go 东海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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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Light 到底 Go 东海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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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Light 到底 Go 东海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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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管你坐监运 带着我的起雍白 吃小烤和啤酒 讨厌要理财 望你因为这场比赛 永远因未来 找到快乐关箭单